聊斋致意连环化 第36集阿秀 海州有个年轻的书生 名叫刘子顾 这一天 他辞别了母亲 到盖平去看望旧父 盖平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街上行人很多 刘子顾经过一家杂货店门口 看见店里有个年轻的姑娘 长得美丽无比 他呆呆地在马上偷看那姑娘 连赶路都忘记了 当天 刘子顾拜见了旧父 旧父看见了刘子顾很高兴 并且要他多住些日子再走 刘子顾心中不忘那位姑娘 第二天清早 他就悄悄跑到街上去 一看那位姑娘还在那家店铺里 刘子顾心里很高兴 他假说要买扇子 想趁此同姑娘结识一下 女郎听说他要买扇子 便喊他父亲出来招呼买主 父亲一来 刘子顾很扫兴 只得装着样子 胡乱挑选了一阵便离开了 一会儿 刘子顾看见姑娘的父亲走出了店房 他又走回去 那女郎一看见他 又想去找父亲 刘子顾阻助他道 你不必去找 只要你讲个价钱 我不还你的价就是了 女郎好奇地看了看他 便听从了他 并且故意抬高了价钱 刘子顾果然没有讲价 如数付钱便走了 刘子顾把买回来的东西 连包封也不拆 就珍藏在箱子里 和珍爱的书籍放在一起 第二天 刘子顾又去了 并且还是跟昨天一样 他刚要离开铺子时 女郎却喊他回来 并且把多收的货款退还了他 刘子顾越发觉得 他诚实可爱 慢慢地两个人就熟了 有一天 女郎问起他的来历 他据实地告诉了他 女郎也害羞地告诉他 他姓姚 名叫阿秀 刘子顾天天上阿秀的殿里去 他的仆人已看透了他的心思 同时也引起了他舅父的怀疑 舅父背着他 暗地追问他的仆人 仆人只得据实说了 舅父听了很生气 就叫刘子顾回家 当天就把他送回了海州 刘子顾回到家里 老是思念阿秀 他常常闭紧门 打开箱子 把从阿秀店里买来的东西 一见见地翻看 回味着当日与阿秀见面的情景 隔了些日子 刘子顾又有机会到盖平去 他刚刚把行李放下 就跑到那家杂货铺去了 可是到那里一看 发现门窗闭得紧紧的 刘子顾暗想 大概是出门去了 只好失望地回来了 第二天清早他又去探望 只见门窗照样紧闭着 刘子顾心中很纳闷 到邻舍那里一打听 才知道姚家暂时回老家去了 刘子顾听了 非常傲丧 事情也没办妥 便没惊打采地回家了 刘子顾的母亲想给他提亲事 说没的人天天来 可是他一次一次地拒绝了 母亲很生气 问他为什么不想娶亲 子顾说 我只想娶阿秀 别人谁也不中意 做娘的没有体谅儿子心愿 反而把刘子顾管束得更严厉 并且不许他再到盖平去了 从此刘子顾整日待在书房 闭门不出 尸魂落魄式的饭也吃不下 书也读不进去 脸色一天比一天憔悴 母亲费尽了心机 她还是说那句话 要娶就是阿秀 别人认谁我也不娶 母亲实在没办法了 又怕愁坏了儿子 只得依了她的心愿 母亲马上给她准备了行装 并且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舅父 恳求她做梅去说亲 刘子顾欢欢喜喜地辞别了母亲 就急急递到盖平去了 舅父看了信 就去姚家拜访 一会儿就回来了 刘子顾满怀高兴地迎上去 正想问讯 舅父说 别吃响了 人家已经许给一个广平人了 刘子顾听到这话 像被宣判了死刑 垂头丧气 灰心绝望 舅父一看她这样 就赶紧命人将她送回海州去 刘子顾深深地怀念着阿秀 常常捧着收藏纪念品的那个箱子 暗暗地伤心落泪 有一天来了一个媒婆 说富州有一个皇家的女儿 长得一场美丽 人也很聪慧 母亲听了很高兴 就命刘子顾亲自去相亲 刘子顾终日思念阿秀 哪有什么心思去相亲 但又怕惹母亲生气 只好敷衍一下 趁此也好出门散散心 故此她就坐车来到了富州 刘子顾来到富州 根本就没到姓黄的家去 她找了一处清幽的地方住下来 一天 她到西门散步 偶然经过一家门前 见有一个女郎刚进门去 长得跟阿秀很相像 刘子顾越听越像是阿秀 于是她赶紧去打听 一打听 那户人家姓李 刘子顾反复猜想 怎么会姓李 怎么会不是阿秀 天下哪有长得这么相像的 刘子顾心里起疑 于是她就租了紧挨着 那家人的一间房住下了 住了几天 却不见那女郎出来 刘子顾成天目不转睛地 在那家门口守候 希望女郎再出来 一天黄昏时分 那女郎果然出来了 她一看见刘子顾 立即转身闭门 一面用手指后面 又在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 便进去了 刘子顾真是喜出望外 可是她不明白 那女郎给她打手势的含义 她一边走一边猜想 忽然看见屋后 有一个很寂静宽广的荒原 靠西边有一矮墙头 她立刻明白过来了 刘子顾便在草中敦服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有人从墙上露出头来 轻声说 来了吗 刘子顾应了一声赶忙站起来 抬头仔细一看 真的是阿秀 这一刹那 长期苦练的痛苦和初见情人的激动 一起涌进了刘子顾的心头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似的掉落下来 女郎隔着墙为她开泪 一面温柔地安慰她 刘子顾拉着她的手说 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 谁想到还会有今天 可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女郎说 这里是我表叔的家 很不方便 等晚上我去看你 到了晚上 女郎悄悄地进来了 她穿的衣服并不华丽 还是当年在杂货铺穿的那身衣服 刘子顾拉她坐下 向她诉说别后的苦思 又问她是不是真的许人了 女郎笑着说 我父亲因为你家离我们太远 不愿把我许配给你 所以才这么说的 其实并没这回事 他俩谈着谈着 不觉夜已深了 刘子顾的仆人起来喂马 见主人房里的灯还点得亮亮的 偷偷往里一看 少爷正与一女郎说笑 仔细一瞧 那女郎正是阿秀 心里非常纳闷 第二天仆人便来追问刘子顾 夜里和少爷来往的是什么人 刘子顾开始还想隐瞒 仆人道 少爷呀 你可得小心点 那姚家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刘子顾红着脸说 西边那家姓里的是她表叔 你大惊小怪做什么 仆人着急的说 西林那家只有个老太婆 哪里会有什么表叔 刘子顾听了 心中疑惑不觉 到了黄昏的时候 女郎又来了 见面就说 你在疑心了 我告诉你吧 我不是阿秀 猛然间刘子顾的仆人拿着刀闯了进来 女郎回身指着仆人说道 不要胡闹 把你的刀丢下 说话之间 只见仆人手里的刀 像有人夺下来似的 当狼一声 就掉在地上了 刘子顾看到这情况 吓得浑身汗毛直竖 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 女郎笑着对她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的心事 不过是想来帮助你 没有别的意思 女郎又对刘子顾说 请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尽力 只要你真心热爱阿秀 一定能团聚的 说完话 女郎就轻轻地飘起 转眼就没有了踪迹 刘子顾心中高兴万分 冲着门外深深地拜倒那女郎 当天 她就起身直奔盖平 打算亲自去见阿秀 诉出自己的心事 刘子顾到了盖平 就赶忙地跑到那家杂货铺 去看阿秀 只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 她在街上徘徊等待 始终不见阿秀出来 心中非常焦急 她埋怨舅舅骗她 也不住在她家了 就靠近杂货铺租了间房子 并且用厚礼托了没人到阿秀家去求亲 功夫不大 没人就转回来了 她说 事情不巧了 阿秀的母亲说 她家小书为阿秀说了一门亲 她父亲应要阿秀去相看 不过成不成还不能料定 刘子顾听到这话 心头很是沉重 她想 也许还有几分希望 因为这是阿秀父亲 强要她去的 阿秀不一定会答应 于是 她决心守在盖平 等着阿秀回来 可是 过了十几天 忽然传来了兵变消息 风声越来越紧 盖平的人们都纷纷逃难走了 刘子顾也只好收拾行装回家去 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官兵冲杀 刘子顾和她的仆人失散了 她独自奔逃 一时迷了路 寻哨的官兵见她行迹可疑 就把她捉住了 兵营里关着许多抓来的老百姓 堆着许多抢来的物件 他们看刘子顾是个文弱书生 就没有多注意她 刘子顾在夜里找了一个机会 偷了一匹马 拼命地逃了出来 刘子顾匆匆地往家赶 她刚走到海州地面 就看见对面一个女子 蓬头垢面 艰难地走着 刘子顾刚要走过时 那女郎喊道 骑在马上的不是流郎吗 刘子顾勒住马仔细一看 原来竟是她日夜思念的阿秀 刘子顾又是喜又是仪 便问道 你真是阿秀吗 那女郎凄惨地说 难道你不认得我了 刘子顾赶忙把遇到那女郎的事告诉了她 并且问她怎么会到这里来 女郎这才有了笑容 便对刘子顾说 你放心吧 我真的是阿秀 我也遇见了一位奇怪的好心的姑娘 阿秀便详详细细地说起来了 我父亲带我从广宁回来 路上被乱兵给捉住了 那些人要把我带走 叫我骑马 可是那匹马怎么骑也骑不住 我几次都从马上跌下来了 正在这时 忽然来了一个很美丽的姑娘 拉住我的手飞快地就往前跑 她拉着我 碰到了许多官兵 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 也没有人来追问我们 那位姑娘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飞也是地跑 可是我一点都不累 只见路面向后一去 好一会儿 就听得人喊马斯的声音渐渐地远了 我往下一望 原来我们是站在一座山上 姑娘放了我的手 指着山下说 再见 前面平安了 你慢慢下山吧 爱你的人快要到了 阿秀说到这儿 突然红了脸 低下了头 不肯往下说了 刘子顾看见阿秀修得这样 明明是对自己也很钟情 心里真是高兴万分 她拉着阿秀的手 详细地诉说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刘子顾问阿秀 在广宁定了亲没有 阿秀笑着说 我父亲还没有去相看 就闹了冰乱 说到这里 两个人都笑了 到了家 刘子顾向母亲诉说了经过情形 母亲也很高兴 便赶紧招呼着给阿秀喜遇 不大的功夫 阿秀就梳洗好了 露出了平日美丽的面貌 又聪明 又大方 刘子顾的母亲欢喜地说 难怪我的痴儿子做梦都要想你啊 刘子顾的母亲赶忙派人到盖平 把阿秀的父母请来了 阿秀的父母一看刘家这样诚心诚意 心里自然也很欢喜 挑选了一个吉日 就让他们结婚了 在结婚的那天晚上 刘子顾把箱子打开 笑着对阿秀述说当时买东西的心情 有些物品都原封未动地放着 刘子顾拿起了一匣粉 打开一看 净化成红土了 刘子顾很惊异 阿秀却捂着嘴笑着说 我故意包了一块红土 同你开玩笑 两口子正在说笑 忽然一个人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嘴里嚷道 这样快活 该谢谢没人了吧 刘子顾一瞧 又是一个阿秀来了 刘子顾怎么也分辨不出来了 他就急忙喊他母亲 这时他家里的人全都来了 可是谁也分辨不出真假来 两个人见到刘子顾的母亲都行礼 并且叫婆母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其中一个阿秀 讨了一面镜子 对着镜子照了一下 修红着脸跑出去了 众人赶出门一看 只听得空中有人笑着说 我是来看看这两个幸福钟情的人 刘子顾和阿秀才明白 他就是多次帮助他们的人 赶紧连连向空中拜谢 他就帮助他们的人 不许多 benefic用 他就没有看过 他就不想你 感谢观看